大家好,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 先看看,就是HKCE 2011年的PayPal1 第13條的長題目 這條也頗長的,2分加4分 再加3分,即是6、7、8、9分 事不宜遲,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現在圖4A顯示了一塊線型的薄紙片 就是OXYZ,即是這一塊,可以嗎? 它的面積就是2880πmm² 它就說,將這個OX和OZ連接了它 這一塊紙的薄片 就可以屈成一個倒置的直立元追體用器 即是這個,OK? 就如圖4B鑰匙,即是這個 事不宜遲,先看看A part 逐一擊破 它就說,叫你求求A part 這個,叫你求求OX的長度 Find the length of OX 即是甚麼意思呢? 拿一張單行指才說 由於科技都很先進 有圖有真相,按按按鈕就出來了 我在這兩幅圖分別做過一些手腳 首先我想說一說 藍色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這個線型的半徑 你將這兩個藍色部分連接起來 其實就是在這幅圖的這個位置 覺不覺嗎? 而它的線型,這個SATA的弧場 整個AR length的紫色部分 其實就是在這個圓錐體的這個部分 希望你看到,抽象一點點,OK? 可以不可以嗎? 而事實上,題目也有說了資料給我們聽 我先抹下 它有說,它就說這個Area 就會是等於2880pi那麼多個mm2 OK?可以不可以嗎? 所以其實在這裏,你給我吧 我先做APAC 我擔心不夠位置,所以我往左邊偷些位置 其實是由於這個題目說的 是嗎? 它就說那個Area 嗯... 是...of這個... Oxyz 是... 就會是等於2880pi 好了,所以... 我得出了一個結論 結論是什麼呢? 其實怎樣計算線型的面積? 就會是等於... 好了,所以... 就會是280pi 360度裡面是佔288度 再乘回...pi 好了,半徑不知道是多少 不如我就叫這個半徑做自己LAT 叫它做... R 好嗎? 那我就叫它做R 當然啦,你當它R 那麼多個mm 好嗎? 好了,所以換言之 在這裏 嗯... 我就叫它R PiR Square 好了,就會是等於... 2880pi 好了,左右兩邊約了這pi 整理好它 即是... Simify 完之後 R二次 即是等於3600 好了,即是換言之 R就等於... 正負開方筋3600 即是60 好了,Oa R就等於... 負60 當然啦 這個就... 當然是不可能 R怎麼負60 難道縮入去60mm 所以就是rejected 即是寫去 好嗎? 好了,即是... 換言之 我們知道了 就是那個Length Of... Of... 這個Ox 就會是... 多少呢? 就是60mm OK? 那當然啦 我們更新資料 方便等下自己做事 這個就是... 60mm 好噁心 好噁心 先寫好一點 對了 這個叫做大R 就等於... 60mm OK? 行不行? 好了,如果OK的話 就看看B part究竟是甚麼 B part 它就問了 叫你求求該容器的高度 即是這個 是嗎? Find the height of那個container 好了,而事實上 拿張答案子出來才說 其實不如我就叫... 這個容器的高度 我已經加一些虛線給它 是嗎? 那我就叫它做H 好了 那... 剛才也說過 題目叫你計這個藍色部分 即是大R 就是60mm 那就是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有這個位置 就是60mm 好了,而事實上 我們就... 不如首先計一下 我都想知道這個半徑究竟是多少 是嗎? 不如我叫它做小R 好嗎? 這部分 免得迫下去 我叫做小R 好嗎? 而這個小R 那你讓我做一下 那我便要提高一點 B part B part B part 小R 那當然就是... 我留意那個面積 這裏整個線型面積 就會是280pi 那所以... 這個線型面積 這一塊 其實就等於這個圓錐體的局面面積 不包這個圓形的底 可以嗎? 所以在這裏 我就會計了 即是說... R就是用小R Pi R L L當然就是那個60 給你那個綠色 讓你更好看一點 好了 Pi R L 當然就會是等於... 2880pi 那即是換言之 那個R 就會是等於... 48 好吧 那即是... 那即是... 我更新的資料 即是說 這個就是... 48mm OK 而事實上 我們這次想找H 找這個高度 我們便可以用不時定理 是吧? 那... 換言之... 所以啦 或者叫做... 好了 就會是H的二次 再加... 48的二次 就會是等於... 60... 的二次 那當然 原因就是... 寫回人 就是不時定理 Pi T H S 就是... Pi R L 好了 那即是... 換句話來講 H二次 就會是等於... 1296 那最後啦 終極了 那即是... 將二次調到隔壁邊 正腹開方筋 就會是... 36 H 就等於... 負36 那當然就是寫去它 英文就叫做... rejected 沒有可能是負數來的 那個高度 是吧? 難道縮入去36mm 是吧? 所以其實... 回回人 我不是太夠位了 那不如我便移過去... 旁邊吧 好嗎? 那... 那... 我開行新的 所以我在這裏寫 我移上來去到... 型格幕的... 右邊這裏 那... 所以我就會回回人 對了 就是... 那個height... 那個... 的... container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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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AR 他就說... 假設... 假設... 這個容器... 就怎樣呢? 就... 原垂放置在這裏 那... 他就說... 若果將體積為150cm 三次的水 注入去這個容器裏面 他問你... 水會否溢出? 即是會不會流出來? 他就叫你解釋一下你的答案 那... 又是拿回一張單看紙才說 那... 而事實上... 如果你讓我做這條 那... 那我就會首先計一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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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個圓來的,就是πr² πrr就是寫r,即是48 所以就是π48的二次 再乘上個什麼呢?就是個高 πr²h,3分1πr²h 當然啦,這個h剛才忘記了更新 就是在這裏說過的,就是36 是吧?所以更新它 那麼寫好了 這個h就等於36 就是36mm 寫在這裏,所以在這裏 這個當然就是36 如無意外,你按機的情況下 這個就會出 27 6 4 8個π 而事實上,按起π走 就是8 6 8 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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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3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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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們用這三條裏面的哪一條色呢 有關於CM和MM的關係 我先拿螢光筆 就會是這一條 MM和CM的就是這一條 而事實上,你給我,我在這裏 我拿一支綠筆,好嗎? 我就會在兩邊 先轉一支筆 我兩邊都會給三次放 因為牽涉到現在是CM三次和MM三次 你就兩邊給三次放 把箭嘴,扔回兩個三次進去,拆走一個括弧 所以最後你會得出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一三次,即是一 接著是CM三次 就等於,好了 十的三次,即是 加多兩個零給它,是吧? 那麼的MM三次 所以換句話來說,你得出的就是這條色 那你為什麼就用來使用 即是換言之,原來1CM三次 就會等於1000mm三次 那即是由MM三次轉成 這個CM三次 那你要怎樣做呢? 即是要把這個除,除什麼? 除1000mm 即是移動三個位置 1,2,3 那所以就是86 或者我寫下再說 好嗎? 那所以就等於 86 就點9 其他東西我都不寫了 4寫5入了 拿三位就行了 就是CM三次 那當然啦 人家問你 他是不是 會 他問你用什麼做比較? 就是 記不記得這裡 揭回前面給你看 就是 那個體積為 150個CM三次的水 倒進去 會不會漏水 會不會倒出來 不夠裝 那你那個容器 都是只有這麼大 裝到這麼多的水 但是你要倒 150 下去 是嗎? 那這個是小過150 CM三次 是嗎? 那所以當然會漏水 不夠裝 那所以你回回人了 所以呢 就是 Water 那些水 是會溢出 是嗎? 中文就叫做 英文就叫做 Wheel Overflow 其實抄回它的字眼就可以了 水位會溢出 中文就叫做 OK,水會溢出 好了,查一查看看 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問題 OK 那我給你一條題目 你看一下 這個就是題目 OK 2011年的PayPal1 13條 是嗎? 好了,那我給你一個答案 你選吧 你看吧 試圖一張自個 縮小一點點 好了 如果今天真的沒有問題 我們就到這裡了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